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意大利媒體報導 由於未達到歐竹聯制定的資本收益要高於2800萬歐元的目標 羅馬將被歐竹聯罰款,罰款金額接近500萬歐元 因違反財政公平政策,多價球會支持被歐竹聯罰款 羅馬就位居其中,歐竹聯環與這些球會簽署和解協議 要求這些球會分階段得到相應的財政收支平衡 在6月30日之前,羅馬需要實現資本收益高於2800萬歐元的目標 而隨著一些球員的出售,羅馬已經實現了超過2600萬歐元的資本收益 距離目標僅差不到200萬歐元 目前,羅馬都受到了關於羅渣、伊賓、尼斯和尼古拉、薩利夫斯基的報告 但為了不影響轉會談判和未來的計劃 羅馬決定支付罰款,並沒有匆匆將球員出售來實現相應的目標 多謝收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啦!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byebye!